Hello大家好,谢谢你们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最近我看了一下我YouTube的后台 似乎移民英国South Hamilton这支影片 有蛮多人点阅的 目前有1,210次的观看 感谢您因应观众的需求 所以我今天要来和大家一起看South Hamilton的房子 那我们现在一起打开来看房子的网站 我们先来看在这个区域目前的房价平均来说是271K 那如果在这里的话 想要买一个flat 大约的价钱是172K 如果是Terrace House的话 大概是241K 目前房价上涨了 大约5到10%左右 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我YouTube的描述栏 所以如果现在在这个区域想要买房子的话 大约的价格是271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如果我们以271K的原则下 可以在这里找到何种房子 谢谢 通常我在这个英国房地产的网站 Rime 我都会选择最低价的开始看 那最低价的话 目前看到的是69K 但是这个是属于60岁以上的retirement apartment 是给退休人士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购买 而且是75%的ownershed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 这个话是park house 80K 然后有两个bedroom park house 那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 谈到英国房屋的15种类型 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开我youtube的playlist 关于英国房地产的部分 谢谢 这一套公寓 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的话 是比较属于老旧的房子 如果喜欢住新房的人 可能会不习惯 这个背后可能需要增加一些 DIY需要处理一下 怕这个 我不确定这个是霉还是太脏的部分 这部分可能有兴趣的人 还是要现场去看房 那这是地毯的部分 另外一个房间是木头地板 那我看一下这一套房子 这一套公寓蛮好的是 它有停车位分享给有开车的人作为参考 那这个的话土地的话 土地全部属于您的 只有房屋的所有全属于您的 那这个是这个公寓所在的位置在这里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到这一套公寓是130K 有两个房间 我们把它点出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开放式的厨房跟客厅 厨房的部分 洗衣机通常在英格兰地区都是放在厨房 但是我不知道苏格兰是不是也是这样 因为我从来没有住在苏格兰过 如果知道的人欢迎留言告诉我 这个是房间内部的照片 这个照片是浴室 也有淋浴跟浴缸 客厅的部分 另外一个房间 公寓的大门 那这套公寓目前是130K 有两个房间 一套卫浴设备 位置是在这里 分享给有兴趣的人作为参考 谢谢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是两个公寓一套卫浴设备 239K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是公寓的外部 感觉采光蛮好的 目前我看到有三个片窗户 这个是客厅的部分 然后餐桌的部分在这里 看起来好像是可以直接入住 不需要在自己DIY 厨房的部分也是新的厨房 感觉是这种系统化后的厨房 那浴室给我的感觉也蛮好的 浴缸 马桶 洗手台 房间的摆设 虽然价格比之前的高了一些 但是感觉这个公寓的完整度比较高 那价格是239K 就是240K左右 那他目前说也有停车场 安全的停车场 那所在位置在这里 分享给想买公寓的人作为参考 谢谢 现在我看到这一套公寓是140K 两个bedroom 我把它点开看一下 公寓的外观 公寓里面厨房 其中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bedroom 浴室的部分 它看起来是没有浴缸 只有淋浴的部分 那这个是厨房的另外一面 这个阳台我不确定是不是 和别人share的阳台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有兴趣的人 亲自到现场看房 房间的照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寓是两个bedroom 一套卫浴设备 是在顶层的公寓 那他没有提到有停车位 所以也许是适合没有 哦 这边有sorry 这边有提到有停车位 但是是要和CT console 可能要跟CT console申请 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个人没有开车 如果看影片的人 也是有在英国开车的 欢迎您主动留言和我们分享 如何申请停车位 这是公寓的位置所在地 谢谢 现在我来看看 如果依照Line Mood上的条件 270K可以有怎样的房子 这边谈到是可以有 三个bedroom的房子 270K 那点开来看 这个是厨房的部分 客厅 其中一个房间 感觉这个是领域 好像没有浴缸 那目前这个房子 是270K 三个bedroom 一套卫浴设备 是free hole 就是地权跟房屋 所有权都属于您的 如果您是买方的话 那所在位置是在这里 那离火车站是一公里的距离 分享给有兴趣的人 作为参考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 也是270K 是Andal Terrace House 有三个bedroom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一间房子 房子的花园 感觉还蛮不错的 室内空间比上一间 好像明亮了许多 厨房也感觉不错 客厅的部分 洗衣机跟冰箱 是放在边边 房间 这个感觉是给baby的婴儿房 小孩子的房间 有淋浴也有浴缸 这个花园的部分 感觉蛮吸引我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三个bedroom 一套卫浴设备 对,花园的确看起来 在图片上看起来还蛮大的 那所在的位置在这里 离火车站是0.1公里 分享给有兴趣的人作为参考 谢谢 最后来看一下这一间 也是270k英镑 这个是房子的外观 房子内部的客厅部分 餐桌 用餐的部分 花园感觉蛮大的 厨房 厨房 料理的部分 洗衣机 这感觉应该是洗碗机 厨房的另外一面 厨房的另外一面 房间 浴缸 这个部分我不确定是还要在DIY 还是 这里 可能 要询问 卖家 花园的size蛮大的 这个是两个房间的房子 有一套卫浴设备 目前是270k 所在地是在这里 所以目前在这里270k 可以买到2至3个bedroom的house 也可以买到公寓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 在乱幕上的公寓和房子 分享给有兴趣的人作为参考 谢谢您点开这部影片 若有任何相关问题 欢迎请您主动留言给我 感谢您 祝福您 顺利移民 移居到英国英格兰 谢谢